好的喜剧作品不仅要给人带来欢乐 最好是呢 笑中带泪 所以你看 刚才这个喜剧作品 现场多火爆 多欢乐 但是呢 你看这个作品 你还会从中感受到那一丝丝的熟悉 一丝丝的感动 这就是好的喜剧作品 所以回忆起来 这些年新春喜剧之夜 确实带给我们太多的记忆 好作品 数不胜数 接下来给大家换换口味 给大家来一个 新春喜剧之夜当中的 最佳混搭套托扑碗 千锋高能 请注意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台上这些远到 从俄罗斯而来的各位朋友们 欢迎 老板老师 您好 这不是吉米吗 过年好 过年好 谢谢您好 没想到你混这个团体呢 非常高兴 欢迎来到新春喜剧之夜 我们的演出马上给你带来快乐 好 用俄罗斯的谚语说 俄罗斯的 谚语 谚语你都会说了 俄罗斯的跟我们说说 我们的表演 那是鞋子拉屎 赌一份 汉香瓜 另一个味 早汤子的头鞋 找不着对啊 这都是俄罗斯的谚语吗 我代表我们和尚团的团长 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春节快乐 说得好 但是你们这团 我也没看到谁像团长啊 团长就在我们住的 邀请团长 哈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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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拉少什么意思 他就是给你问好 问好哈拉少 哈拉不少 哈拉不少什么意思 他说来到这里很高兴 这区别这么大的 愿意哈拉少不哈拉少 愿意哈不哈拉少 他说到我没听懂 我估计他自己也不懂 你缺心眼啊 反正他也听不懂 你随便翻一几句不就完了吗 对 你当我缺心眼啊 你不就是潘叔吗 你戴个假发套 你也是潘长江啊 谁是你潘叔 您不是潘叔潘长江 谁是潘长江 我告诉你 我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歌唱家 他能证明 对啊 我们团长 绝对是土力生 土力长的歌唱家 我是地瓜呀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亲自介绍一下我自己 好 您的名字叫 我是俄罗斯的歌唱家 我的名字叫 伊万诺维奇 蒙娜丽莎 潘长江司机 我才有听说俄罗斯的名字 还有在蒙娜丽莎 那接下来你们有表演吗 当然了 好 那女士们 先生们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接下来拿出我们最热烈的掌声 让我们有请 远到从俄罗斯而来的 著名音乐家 伊万诺维奇 蒙娜丽莎 还有潘长江的司机 共同表演 有请 莫乖与 你是不是当我傻的开始 你唱的刚才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的太阳 对不对 这不是意大利名歌吗 您不是说您是从俄罗斯来的吗 哪里歌 意大利歌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 这还用告诉我 这上学的时候音乐课就讲过 我问你 全世界整个地球有几个太阳 一个太阳 那不能因为意大利那边有太阳 我们俄罗斯就没哼吗 没毛病 对吧 所以您唱的是俄罗斯的名歌 这边没太阳 明白了 明白了 没有听 什么叫这边没太阳 好 黑了八曲咱们唱的 我不跟你扯了 我还要给大家 表演节目 下面接下来 由我的合作伙伴 为你们演唱一首 中国朋友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 歌曲的名字叫 KATUSA KATUSA 为什么当我这就没有音乐了 再来一遍 歌曲的名字叫 第一条万万的一首老歌 停 停 为什么演唱这首歌 我一听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读 这个不能怪我们 因为卡车的速度跟我喝太像了 你可以选择稍微慢一点的歌曲 节奏慢一点的 对了 好 谢谢机密 接下来 由我的合作伙伴 为你们送上一首更为好听的歌曲 也是我们俄罗斯的歌 《红梅花儿开》 《红梅花儿开》 各个面前一条万万里和妹妹 为什么我一张嘴就出《过河》这首歌 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合作 为你们演唱一首最新最新 保证你们谁也没看见过的 这首新歌 演员 我爱你们谁也没看见过的 我爱你们最新的歌 我爱你 我爱你 你这首新歌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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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开花园 藏藏活 藏藏活 采一朵水莲花 美丽松的乐 悄悄花儿 悄悄说 天天明明灑满河 新山表演 新开席 新山出席 新山儿静